综艺天王摇上这个政论节目就可见 现在呢电视的尺度已经没有这么的这个界线如此分明了 因为就连体育主播都要有一点综艺化 我们就来看到最新的夯主播 就是这位啾啾麦叫陈宏怡 他每次呢播报体育新闻时 都会加入改写的周星驰电影经典台词 让网友大赞好有才 这不是在报道体育新闻吗 怎么念起鼠来宝 而且仔细听这词怎么有点熟悉 其实这是当红体育主播啾啾麦陈宏怡 改编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的经典台词 创意十足网友看了多大赞 好好笑哦 太有才了 而其实陈宏怡的播报方式 一直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风格 看我不但偏跑 偏微笑 还能又唱 又跳 偏rap 是不是超有才华 怎么都没有网友投票给我啊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NBA季后赛 今天我认为是人人有机会 个个没把握啊 不是说好今天的NBA季后赛 会有人晋级吗 搞到最后没有人晋级 我好失望啊 就是这生动语调 回谐口吻 还能和女主播一搭一唱 让她一军突起 备受瞩目 外野方向的飞球 这个球像是变了新的女朋友 回不来了 我好想赢韩国 好想赢韩国 先前体育主播徐展元 也因为热血播报爆红 现在后继有人 新生带着啾啾麦窜起 看来体育主播爆新闻 不只要专业 还得够有创意和特色 才能让观众印象深刻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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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